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 11月16日 在圣马尔达之家 主持《清晨弥撒》 当天 取自《马加伯书》上的第一篇读经 谈到当时出现的一条祸根 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国王 安提约古 恶批法乃 强迫以色列选民 及当时的教会 接受外邦人的习俗 这条根 似乎合理 因而促使某些以色列人 与邻国立约一求庇护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与他人如此不同呢 因为 自从我们与他们绝交后 就遭遇了许多患难 我们去找他们吧 其实大家都一样 教宗在解释这篇读经时 用了三个词 世俗 被教和迫害 教宗说 世俗指的是 做世界所做的事 这就像在说 让我们拍卖自己的身份证吧 我们和大家一样 于是 许多以色列人 背弃自己的信仰 远离神圣的盟约 我们和大家一样 都是普通人 这似乎非常有道理 最终却招致毁灭 教宗说 君王随后 预令全国 使各国民族 合成一个民族 全放弃本国固有的礼俗 这就是化一思想 这就是世俗 于是 各外邦民族都表示 服从君王的预令 也有许多以色列人 甘心接受了他的宗教 向偶像献祭 亵渎安息日 这就是背教 因此 世俗使人 走入化一思想 走向背教 化一思想 不容许差异的存在 每个人都必须一样 在以色列人中 法律书被焚 倘若某人遵守法律 按照国王的预令 他将被处死 这就是迫害 由一条祸根引起的迫害 教宗指出 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中 为他的门徒祈求合一 常令我感动不已 他求天赋 使门徒们 不受一切世俗精神的约束 超脱种种世俗 因为世俗消灭身份 带来化一思想 事件有一条弱小的根开始 以悲剧和迫害结束